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到此 刘少奇同志在处境最危险时所说 好在理事是人民写的 理事宣告了领标四人帮以后 隐谋的彻底破产 理事对新中国的每一个创造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 1980年5月17日 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首都各界代表1万多人出席的追悼大会 在哀悦声中 所有人低头默哀 行三句宫礼 读完到辞的邓公下台 紧紧握住刘少奇夫人王光伟的手 此事的他早已经气不成声 动漫时期 自己丈夫所受的冤枉今天终于释放出来 邓公看着如此伤心的王光伟边说道 是好死 是神力 这句话也是让过度伤心的王光伟再次看到了希望 少奇同志生前曾郑重地嘱咐妻子 自己去世后一体火化 不保留骨灰 把骨灰撒在大海里 像恩格斯一样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 经党中央批准 1980年5月19日上午8点 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短的送骨灰仪式 王光伟一家人含泪捧着少奇同志的骨灰盒 向前来送信的中央首长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致谢和告别 于是所有人准备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撒到大海 骨灰登舰队旗舰 及101驱逐舰 四艘护卫舰和空中四架战机护航 起航时 明放21箱力炮 500名海军官兵在码头列队迎送 所有人在告别仪式上 向少奇同志的骨灰三鞠躬 王光伟再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泪水失声痛哭起来 也算是完成丈夫最后的心愿 从1969年开始前前后后 共有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40多万人恢复了档机 无数受牵连的民众和干部得到了解脱 不完全统计 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 有30多件 全国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 40多万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 数以千万计 无故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